中天電視董事長廖立生和中天記者一起現身北檢案鈴 要提告前連電董事長曹新成為的是這件事 你是哪個報紙的 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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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都不回答 跟匪牆嘛這個 中天根本是匪報 你還有臉站在這裡 在記者會上認為中天記者提問是陷阱 曹新成拒絕回答還說中天是匪牆 要中天記者不要發問 這回中天電視決定要對曹新成提告妨害名譽求償5億元 還強調將來判賠金額將全數成立基金 而記者也會以個人名義提告公人侮辱 為什麼他會用這樣子一個侮辱性的字眼 情緒性的字眼 在一個記者會當中對一個記者這樣子說 媒體的提問權 媒體的第四權 不過曹新成也立即發表聲明說旺中集團攻擊他的影片超過200則以上 濫用司法資源意圖限制個人發言自由 還說中天是誣告 等對方敗訴之後會反購中天求償50億捐出用以加強國防 本案比較涉及到可受公平的事項的主觀意見表達 會看他是不是基於事實可受公平的事項來做善意的評論 如果法院認為是就事論事的話 則會受到言論權的保障 律師認為評論中天新聞算是可受公平之事 但攻擊到記者個人可能就會成立公然侮辱 不過最後會不會成 一切還是得由法院認定 TVBS宣教妹妹太不妥了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